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3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近日 有外媒发表评论称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为了获取投资与基建项目 选择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 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 旨在追逐贸易利益 而不顾及人权等价值观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这完全是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污蔑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 冲突和危机的根源 是发展的不充分 不平衡造成的 中方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初心 是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 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权 赵立坚举例说 中巴经济走廊 为巴基斯坦增加了25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 创造了7万多个直接工作岗位 中国开展抗击疫情和新冠疫苗国际合作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雪中送炭 为保护有关国家 人民生命权和健康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共识是 中方通过与各方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发展和人权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赵立坚强调 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带去的是互利合作和发展机遇 中方愿同合作伙伴一道 将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合作之路 健康之路 增长之路和复苏之路 为全球抗击疫情 促进经济复苏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边标榜新闻客观公正 一边又用双重标准对待涉华报道的英国 再次对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下手 当地时间3月8日 英国通讯管理局Offcom网站连续发布两则公告 宣布以违反英国广播规则为由 对CGTN处以控计22.5万英镑的罚款 约合203.16万人民币 英国通讯管理局分别列举了两项理由 为这一决定辩解 该机构在第一份声明中声称 CGTN关于2019年中国香港修理风波的报道 未能保持公正性 违背了英国通讯管理局广播规则中 有关正当公正的规定 在另一份声明中 该机构则声称 CGTN分别在2013年8月和2014年7月 播放英国人韩飞龙认罪视频 侵犯其个人隐私 违背了有关公平和隐私的广播规则 基于这两项理由 英国通讯管理局宣布对CGTN 处以共计22.5万英镑的罚款 此外 金融时报等英媒在报道中还提出 通讯管理局宣称要支持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 雇员 郑文杰等两人提出的指控 正在考虑进一步制裁措施 而就在一个月前 2月4日 该机构刚刚撤销了CGTN在英国开展广播的执照 声称该执照 STAR CHINA MEDIA LIMITED SCML 不当持有 尽管嘴上口口声声说着 要维护新闻自由 公平公正 不过英国实际上做的事情 倒是尽显双标本色 英国通讯管理局一边打出公正的旗号 打压CGTN 一边却对英媒违反客观公正的行为 视而不见 英国广播公司BBC 已经多次被抓到编造涉华假新闻 用阴间滤镜 丑化武汉抗议成就 还因这些斑斑劣迹 被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禁止在中国境内落地 但英国通讯管理局心里 BBC还是一家客观公正的好媒体 2020年11月 通讯社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关于BBC的年度报告 其中盛赞BBC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和时事 广泛的学习和教育内容 以及高质量 独特且具有创造性的内容 在新闻评论等令人关注的领域 做出了改善 该机构自己也厚着脸皮声称 他们履行了职责 维护BBC节目的内容标准 对于英国打压CGTN这种极致的双标行径 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 不由得讽刺地写道 英国已经如此不堪了吗 而事实上 对于韩非龙认罪视频所谓的侵犯隐私指控 CGTN早已做出过明确解释 根据英国通讯社管理局去年7月的文件 在有关韩非龙认罪视频的问题上 持有CGTN广播执照的SCML方面 已经给出明确解释 韩非龙作为外国公民 涉嫌贩卖个人信息的案件 具有代表性 事关重大公众利益 采访也得到韩非龙本人的签字同意 SCML向英方提供了一份同意书副本并指出 韩非龙已明确知晓视频拍摄事宜 且并未提出停止拍摄的要求 SCML还强调 在英国播放的相关节目中 认罪视频的片段都非常简短 且当事人的脸部已进行模糊处理 英国无端打压CGTN的做法 已经引起英国多位媒体界人士的不满 据英国左翼媒体《诚心报》报道 澳大利亚著名战地记者 电影导演约翰·皮尔格 和三次获奥斯卡奖的导演奥利弗·斯通 等多位英国或久居英国的媒体界人士 近日签署联名信 反对英国当局对CGTN的禁令 保卫言论自由 针对英方这一举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3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CGTN一贯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进行报道 对于此前 英国通信管理局一意孤行 蛮横吊销CGTN英语新闻频道 在英的许可证的错误行径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此次 该局再次执意做出错误判断的决定 反映了他对中国保持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 荒唐可笑 赵立坚表示 英国通信管理局应该做的 是对一些英媒长期以来 涉华涉港 失实虚假报道进行查处 中方敦促英国通信管理局 及英方某些人 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纠正错误 中方保留进一步做出 震荡和必要反应的权力 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 是怎么炮制出炉的呢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的做法还是老一套 先有结论 罪名 再罗知证据 德国人郑国恩从2018年至今 相继编造 墨语名单 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行动的剖析 绝育 强迫堕胎和强制性节育 某某镇压新疆维吾尔族出生的运动 等十余篇反华涉疆报告文章 引起了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的注意 后来又被反华政客收编 成为美国情报机构下属的 新疆教培中心客体组骨干 他所谓研究报告全是无中生有 精心构陷 通篇充斥着谣言和谎言 学术造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毫无信誉可言 比如他在有关所谓绝育的报告中 曾列举了早目热 达吴提 弥日古力 图尔孙 拉西玛 森贝 三位被实施强制绝育的 维吾尔族母亲的例子 并在报告中复图如下 然而通过查找发现 该图片来源于人民网一篇题为 《妇科检查得挑日子》 这些良辰吉日 你了解吗 的科普文章 该图下方明确注视有 2016年11月11日 起名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农村的 少数民族青年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是29团医院 首次免费享受健康体检 蓬佩奥 特朗普 纳瓦罗 拜登 布林肯 特鲁多 鲍里斯 以及国会大大部分议员 都知道这是假的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抹黑中国 反制教育培养起来 民众分不清真假 还有一部分精英 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 加上美国长期的 抹黑中国洗脑 很多人一听 也就信以为真了 美国抹黑中国 一方面是为了掩盖 本国治理的无能 为自己的反华政策 打掩护找支持 最终为了打压中国 维护美国统治阶级 攫取全球霸权红利 选择新疆 除了有扰乱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 还有激怒全球穆斯林 离间中国跟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给中国输个大敌 但根据这两年的表现 美国对中国做了什么坏事 不久之后 必将加倍反噬 美国用谎言污名化 妖魔化中国 最近有点变本加厉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反噬必然更加凶猛 西方的媒体已经完全成为 统治者渔民的工具 但是长期用这么低级的谎言 来欺骗国民 最终只会把自己的民众 变成井底之蛙 就像东南谋省的蛙一样 那么自大 短视 无知 可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